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勃 我是韋恩 東橋的觀眾們應該都知道 我們算是行腳節目型的YouTuber吧 我們在東京走的路不計其數 自然也沒有曝曬的陽光底下 雖然日本的緯度比台灣高 但是春天與夏天的時候 日曬一樣非常的強烈 所以沒常常走到汗流夾背啊 因此我們今天很開心可以跟樂敦合作 要來介紹他們的Water Magic 水魔法UV防曬噴霧 我們會在不同的拍片環境使用這個產品 並體驗給大家看看喔 首先我們來到新宿車站 東橋很常在路上 一走就是30分鐘到1個小時 而且我們都要捕捉白天的陽光 這時候這款噴霧狀的防曬 就很適合我們兩個男生使用啊 因為男生不喜歡用防曬 通常在團園做圖 但是這款用噴的就覺得超級方便的 另外男生也容易瞬間爆汗 所以這款產品有個殺手機的特點 即使流了汗也可以直接使用 不會跟汗水混合在一起 而且臉也可以直接噴上去啦 不用帶兩罐不同的防曬 這就是真男人的需求 那記得噴手要閉眼睛喔 接下來我們到了台場 這邊也是東橋很常來拍攝的地點 海邊的話就更不用說啦 沒有遮蔽物又要長途八色拍風景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拿出來再補一下防曬 就算狂拍風景也不用怕啦 就算補了一次之後啊 也不會像一般的防曬一樣 黏黏的或者是白白的喔 男生最怕的就是擦了防曬的黏膩感 脂帶很不舒服 最後就是清潔的部分啦 這碗防曬除用起來很清爽之外 卸除起來很方便喔 只要用肥皂啊 早上用水沖沖就可以擠乾淨喔 蠻清爽的沒有殘留喔 臉部防曬也一樣 只要用洗面乳清除就可以了 好 完全沒殘留 清爽 好啦 這次很感謝樂登給我們這個機會 試用這款產品 讓我們這兩個行腳型的Youtuber 避免沒此外限給KO 那我們也介紹給 跟我們一樣怕麻煩的男生或女生觀眾 可以試用看看這一款 不管是使用或卸除都很方便 然後拿出來噴兩下就可以補防曬的 Water Magic 水模仿 UV 防曬捧 我是寶寶 我是我們 大家下次見 掰掰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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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